密宗道次第广论 明上三贯顶厚一 即洁行仪鬼品第十之二 我们今天谈害二断针 那么这一章里面有几个小段 谈道的最主要的是说 在三贯 他的真实见方面 真实智方面 所产生的互相讨论的一些问题 也就是彼此之间仍然是有争议性 并不是完全 是好像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 也就是对于第三贯顶无上密布 仍然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意见 但是这些不同的意见 中哥法大师本身 他在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里面 也有所解说 我们晓得这个所谓无上密布 他所主要得到的这个受用 第一个 最主要是使这个菩提心业意 也就是菩提心业意 这个水能够往下滴 这是最重要的 另外呢 也有帮忙呢 这个让你身体的这个方便气 转为晓晦气 也就是使气的一种变化 那么第三个啊 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啊 你这样子以无上密布去修的话 能够很容易的是中脉 能够通 能够使五轮啊 五轮全部开解 人最重要的这个心轮 因为心轮要打开是最困难的 因为这里的节啊 是最多的 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个心啊 有千千节 心有千千节就很难打开 每一个节就是一个烦恼 那么应用这个无上密布的方法 能够使中脉 很快的打开 而且能够使五轮 因为震动的关系 使五轮通通都打开 那么这是应用这个 啊 无上密布 酸印 它所得到的一种受用 那么这里提到的这个 所谓断针呢 是第二观察经里面讲的 是大种安乐 故非真实乐 由寄生所生 说彼为寄生 明自信寄生 也就是讲啊 依止这一种的大乐啊 便非是真实寄生 另外又知成就一云 恶根所生乐 恶说为真实 圣佛未曾说 彼是大安乐 凡因缘所生 皆不明真实 这是在讨论啊 这个寄生志里面的 也有很多大师认为啊 这个 它所产生的这一种快乐 应该讲起来不是真实的 应该讲不是真实的 不是真实的一种快乐 那么由这个原来啊 生命里面所有的这种快乐 所生的 这个应该是属于自信寄生 在自己身体里面 本来就有的这一种快乐 所以这个 他认为不是真实见 也就是不是真实的智慧 也不是真理 也有这样子讲 恶根所生的 也就是难根 你根所产生的快乐 这个恶说为真实 假如是认为真实的话 圣佛未成说 也就是佛陀 圣乐金刚就是佛陀 圣佛 就是圣乐金刚 便为这样子讲 这一种的大乐 只是因缘所生 因缘就是 男的女的 这样子所生出来的一种快乐 应该不称为真实 这就是另外提出的一个意见 所以每一次辩论 有所谓正反合 这个正的提出来 提出一个正面的 那么另外一个提出一个反面的 那最后呢 就是要综合讨论 就是合 这个辩论法里面 有正反合这种辩论 也就是以前我们在学校里面 有做过一个笨论 那老师讲 他说 好啦 这样子提出一个东西出来 让大家来辩论 就是提出一个字 就是鬼 ghost 鬼 那么 这个正方面来讲说 根本就没有鬼 反方面来讲 他提出他的道理说 有鬼 一个讲说 no ghost 那个叫have ghost 两边就是辩论 你要找出你的理由出来讲 找出那些道理 一个人找出说 我看到鬼 一个说 我根本就没有鬼 那看到的就是你的幻影 就是在那边两边这样子 分成两派这样子变 最后这个老师就给他综合结论 这个叫正反合的辩论法 同样的这个 一个讲那个寄生智就是见到 看到道了 看到真理 那么一个是反过来讲 这个只是 二则之间的这个 这种大乐 怎么算是见到呢 那中科八祖师 他是这样子讲 他是讲 答应无过 答应无过 三一三页 最后一行 答应无过 笔诸经文是破道实之寄生智 为自性或自体之寄生智 非说第三贯顶等之寄生 不达真实 或说笔中无寄生智 此如知成就经后云 以笔乐一切 戒非自性有 诸善是正智 是了之自性 一切乐中尊 顾名为大乐 大乐非无常 大乐恒常住 这个说法就是 中科八祖师的这个意思 中科八祖师 他是认为这个样子 你由难跟你 所产生的这一种快乐 当然不是真实 这是由于你自己身体 所产生感觉到 接受的那一种乐 但是在第三贯顶 密叫第三贯 这个无上密不 所得到的第三贯顶的巨生 不是自性所生 不正乱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